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LED點舉證的積木 那您可以從那邊來 如果你要重新開始沒有關係 一樣的在左手邊 LED點舉證會不會回傳資料 不會 所以它也是屬於原件模組 原件模組裡面 你看我們在這邊 LED的下面再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點舉證 對就是這一個 好就是這一個 那你可以先把我們之前的這個先把它丟掉 好先把它丟掉 那我們點開它 先來告訴它 丟出來之後 你不用告訴它 有沒有接電 有沒有接地 這是一定要的 所以它只要知道訊號線在哪裡 哪幾個位置就好 所以你這個地方 你先確認一下 我的是11 12 13 所以這個動作是一定要正確 反正不正確你叫它 它也不會理你 那這樣就串連起來了 串連起來之後 我們就來看看 LED點舉證 可以怎麼樣去顯示 你看它這邊有幾種顯示的方法 一種是用圖形代碼 看起來好像很長 對不對 你可以現在 另外一種是直接做動畫 也有跑馬燈 那麼除了用這種代碼的以外 也可以怎麼樣 下面這裡有英文 有數字有沒有圖案 也可以 所以大致上還算蠻靈活的 我們可以先點這個出來 先試看看 先確認一下你的LED燈 OBO OK 所以我把它先執行一下 如果你有顯示一個笑臉 有沒有看到一個笑臉 那就表示你的硬體是連接成功的喔 我們目前這個LED點舉證 不需要這個所謂的網頁互動區 所以你可以把那區關掉沒關係 有沒有我們這樣會顯示一個笑臉出來 那如果你在這個階段沒有成功的話 有可能是你的連接線有問題 記得先斷電源 再去調整那個什麼 先把電源斷掉 你再去調整那些接線 因為如果你只單純調整接線 再怎麼測都不會有 因為它必須調整接線完 接上去電源的時候 它做一個初始化動作 有確認成功的 你的那個LED點舉證才會可以使用 現在大家都成功的都是單一圖案嘛 那你一樣 你可以選擇 我來這邊我可以改其他的 改其他的方式來做 你看我下面這邊 比如說你想要用某一個圖案的 那這裡丟出來不能直接用 怎麼辦 因為你要有前面這個積木喔 所以有沒有你看我在這裡 我如果直接丟這個 是不是不能貼進去 因為前面有東西啊 所以你少了前面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這邊 你可以直接用Copy貼上的 這樣它是不是就可以插進來了 它就被擠掉了 這裡可以丟掉 但是你如果是這樣直接用 要小心一下喔 為什麼 因為它馬上把新型顯完 是馬上就變這個 所以最後你會看到哪一個 對你只會看到後面的 我們可以測試看看 有沒有看到這個 所以我們這邊順便介紹一個 如果說你要 顯示完這個 再顯示另外一個 你是不是要稍微等待一下 所以這個 好像 Squatch也有一個叫等待的 那個 積木齁 但本來加發出去沒有啦 那後來他們也有加進來了 在進階功能裡面 有沒有叫等待 等待 有沒有發現有好幾種等待的方法 那我們很單純就是等待時間而已 我就按住 也就是說 我今天顯示完那個積木 我點在三秒鐘 再顯示下一個 那我們再測試看看喔 先有笑臉 有沒有笑臉等待三秒之後 有沒有變這個符號 這樣你了解那個意思了齁 所以 因為這個程式如果你沒告訴它停 它就繼續執行下去嘛 所以你前面那個就不會出現 如果你覺得這樣 是有點麻煩 因為每一個就要等待一下 整齊地就做動畫就好了 你看一下我們這邊 來 剛剛 LED點擊證 有沒有一個顯示動畫的 有沒有這裡有個顯示動畫 你乾脆是用陣列的方式讓它 看你要顯示什麼那種 就丟進來就好了 就不用等待了 等待的時間 切換的時間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 預設是100毫秒 記得喔 單位是毫秒喔 所以 一秒等於多少 一千 所以如果老師 你要一秒鐘切換一個 你就要把這個設為一千 不然 你們加的會跑很快 所以我後面有一個範例 小綠人 生活中 過馬路 不是都有看到小綠人嗎 小綠人是不是也是這種動畫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做齁 所以如果你要顯示比較多的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然後就把你要顯示的積木 就這樣丟在它後面就好 這時候其實你就不需要等待 而且你可以增加多 請問 可不可以超過三個 怎麼樣 讓它超過三個 齒輪 對 齒輪按一下 今天三個不夠 你就把它丟進來 四個 五個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增加越來越多 好 那相對的不要 就把它丟 丟到旁邊去 這樣子就沒有了 就看老師你需要幾個 需要幾個 所以用完記得 再按一下齒輪 這樣它要收起來 我們就把這個放進來 放進來 所以我在這邊 如果是三秒鐘換一個 記得變三千喔 記得變三千 所以我拿來這邊 好的一下 這樣就有動畫了 有沒有一個笑簾 變這個 然後再自動切換 它預設就是不斷循環 好 預設就不斷循環 這樣就可以變成動畫 所以如果說老師有興趣的話 您可以看一下我們下面這個範例 下面這裡有那個小綠人的 有沒有 跑馬燈 嘿 跑馬燈的話 當然要自己點嘛 所以 我幫你把分鏡圖準備好 哈哈哈哈 抱歉 我們是好好把動畫 所以分鏡圖很重要 所以分鏡圖很重要 嘿 對對對 那你要以後 如果你想自己做這個分鏡圖 這裡有一個線上的程式 你可以參考 線上的程式 就是在上面 它可以轉成這種 所謂的像素式的動畫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LED點擊證只有8x8 64 所以 你要進去裡面 先把它設成8x8的圖像 這樣你就可以一格一格慢慢點 哈哈 當然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放進來 也可以就是 它可以把圖片轉換 那沒有關係 我們看一下 這裡還有一個 你也可以自己 在WebDino裡面自己用的 你看這邊 我剛剛是用這種方法 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 那個 這個不在它裡面的怎麼辦 你看 LED點擊證 除了這幾種 下面還有一種 有沒有84格的 也有這一種 你可以這樣丟進來 這個我先拿掉 自己在這裡勾 哇 你在這裡勾 這樣也可以啊 對啊 對啊 勾哪個亮哪個啊 如果你覺得這樣 沒有特別感覺 請在這個機幕上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說明 不是這裡 來在前面這裡 這個地方 按右鍵 說明 有沒有 跑來這個 那 您只需要把 你的開發版的ID 把它放進來 你看 我的是這個名稱 對不對 我的是這個名稱 我就把我的開發版ID 然後呢 它的 我的是 11 12 13 12 13 你就按連線 這個時候 您看一下我這裡 你就跟它 通了喔 我就點它 有沒有 這裡就亮一顆 點它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感一點 哈哈 那 等你做好了 你就把 代碼 是不是就可以複製起來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複製起來 拿到 剛剛那個機幕裡面用 或者是如果你要寫字的 有沒有大寫小寫 圖形都在這裡 所以這裡就有比較一些奇奇怪怪的圖形 有沒有看到 有這些笑臉 哇 這也是笑臉 像這樣 這樣 這樣您了解意思齁 這樣 有沒有發現我下面這裡 馬上就跟它一樣了 那好像也比較有感覺一點 好 所以其實 就是在Webduno這邊 有準備了不少的這種 就是比較方便的工具 可以讓大家比較快 把這個點舉證的形狀放上去